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閨域局的珠寶3D設計教學頻道 十分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讓我們花一點點的時間做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我們有針對珠寶設計做出相應的環境設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話一定要點開我們每期影片的完整資訊 然後跟著我們設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環境設定 其他背景知識的影片也都會在這邊條列出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慢慢觀看 還有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的話 麻煩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一期的主題教學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波紋戒指 這次會先做出帶有視覺扭轉效果的戒身 然後再透過措置修改器的輔助 在表面增加水波紋的文理效果 一開始先添加平面做出視覺扭轉的結構 截出中線刪掉左半邊在X軸延伸長度 再利軸擠出1.5的厚度 接著切出四個方向的中線 把上方的中線抬高 增加細分 增加細分 把所有的邊做成硬邊 沾掉頭尾的面 這次我們要用陣列延伸長度 接著來處理視覺扭轉的部分 用loopcut在中間增加五段loop 然後跟著我們的畫面滑動和抬高頂點 再把上方所有的頂點再利軸切齊 再把上方所有的頂點再利軸切齊 接著兩側再各自增加一道loop 記得要做成硬邊 然後把樞紐點改成作用中元素 以著畫面的位置將頂點對齊 這樣就可以做出扭轉和破爛紋的效果 這個位置的頂點也一樣對齊 這兩側的頂點往內縮 這兩側的頂點往內縮強化扭轉的感覺 降低底部的硬邊 降低底部的硬邊讓戒指內圈是圓弧的 在整體降低邊線皺褶做出倒角的效果 接著添加曲線圓做成戒圈 接著添加曲線圓做成戒圈 半徑18 添加曲線修改器讓物件變形成戒圈 調整正列的數量 調整正列的數量 關度也增加一點 把外軸放大1.3倍 在X軸縮小 在X軸縮小直到溶接成功 像這樣出現細分後的網格結構就表示成功了 成功了 先拿下了 然後再將第三篇 之後再次化作成功了 也要去看 請拿下鍋蓋子 然後再加上鍋蓋子 希望來做給他 接著我們添加措置修改器做出表面的紋理 新增影像從紋理這邊選擇魔法的圖片 開啟色彩減變轉成黑白再調整想要的圖樣 然後最近我學到了新的用法 我們可以把坐標改成物體 再添加空體為措置的坐標對照目標 這樣就可以直接用空體來控制紋理的鋪排狀況 比用UV方便很多 把空體轉負60度 再放大3倍 這樣水波紋的感覺就有了 然後介紙的內側我們要維持平坦 所以我們從物件資料這邊指排內圈以外的部分為頂點群組 再將措置的變形範圍限制在頂點群組 這樣內圈就不會被措置影響了 接著是材質的部分 這次用第二種的白K金 這次的HDRi是這張 比對相乘的力量是1 接著來看Render的結果 OK Render的結果還不錯 大家也趕快跟著影片 加入Blender珠寶3D設計的行列吧 那我們這次的教學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如果覺得Blender很棒的話 可以訂閱BlenderCloud 既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資源 讓自己的功力大增喔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教學再見 掰掰